台風即將來襲 台南靜思堂成立防災應變協調小組 會議上各功能組就定位 報告準備進度 災情發生各組負責人 即時動員志工啟動救災或防災 這是在台南靜思堂登場的防災模擬演練 在社區裡面的防災協調中心的六大功能組 都能夠一起來聆聽 那聆聽當中是希望把防災機制 能夠更深一層的去了解 台南市迅奇一遇到強降雨就容易致災 來自各區的組隊長特地參與防災研討會 並分成小組進行災況模擬 透過扮演模擬可以讓我們扮演的角色 之後在災難運作的方式的時候 會更拓設能夠知道我們的角色 到底是要扮演什麼 這功能的串聯更容許 演練擔任不同角色任務 了解其他人職責 一旦災情發生更能合合互協 帶新聞陳怡甄 陳立委台南報導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